盗墓题材的两大IP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经过了无数次的翻拍 但佳作的产出量实在是太低了 不过目前国剧市场上最抢眼的当属天下霸唱的鬼吹灯 费正祥、潘岳明合作接连推出了怒情湘西、龙领迷哭、云南崇古等作品 尽管到了云南崇古、费正祥指导的鬼吹灯系列口碑明显下降 但相较于大部分不及格的作品 云南崇古对于原作中描绘的牧师机关或是奇虫异兽都做到了尽可能的还原 如果不是因为加入了村民这条故事线也能够成为一部八分以上的优质之作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作品质量颇高也让下一部昆仑神功备受期待 但除此之外的其他盗墓题材作品往往很难让观众提起兴趣 即便是徐凯的迷航昆仑须上线 很多观众也是持观望态度 然而看过这部剧作后很难不觉得惊喜 本以为是不大烂片 没想到是个王诈 剧作开播后便迅速拿下飙升榜的榜单第一 力压一众星座 天下霸畅新IP来袭 多重看点目不暇接 迷航昆仑须是天下霸畅的又一例作 与鬼吹灯的故事没有太大的关联 讲述的主要人物也不是胡八一的盗墓铁三角 而是以天官为首的五门之间的恩怨纠葛 作为天下霸畅的新IP 主创对于迷航昆仑须的用心程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不输鬼吹灯 毕竟天下霸畅已经失去了鬼吹灯的版权 无法控制影视画改编的质量 只能是看着烂片横生 但迷航昆仑须不同 天下霸畅拥有掌控权 这部作品本就是他所有作品中内容最丰富 元素最庞杂 想象力最离奇的一部 通过前期剧情来看 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五门天官丁远山之子丁云奇 本在国外留学 但是突然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 让他火速回家 丁云奇赶往上海后 却被警察包围 理由是丁远山是通气的盗墓贼 而在夜晚前回家中时 五门中的发丘一门 又在周秋海的布阵下 试图抓住丁云奇 理由是叛徒之子 丁远山是昆仑天官 也是五门中最有威望的人 他为何会成为发丘口中的叛徒 而丁远山神秘失踪 给丁云奇发了电报 却迟迟不露面 究竟是何原因 周秋海判定丁远山是叛徒 就是因为他带着一行人前往昆仑须 丁远山又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举动 迷航昆仑须虽是一部盗墓题材的作品 但前期剧情并不像云南重古 或是龙领迷枯等作品一般 快速进入盗墓探险的过程 而是把悬念层层铺开 吊足观众胃口 相较于鬼吹灯系列作品 迷航昆仑虽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牵扯到的势力更为庞杂 没有单纯的只是刻画魔精一派 反而是将五门的恩怨当作描绘重点 丁远奇也不是胡八一 他带着新思想而来 不以探险盗墓为目的 迷航昆仑虽是一部视角全新 观感十分新颖的作品 可以把它当成一部盗墓剧来看 也可以当作悬疑剧 不仅如此 其中还穿插着亲情爱情等多重元素 比如丁远奇与父亲丁远山之间的父子关系 并没有那么好 两人因理念不同而心生隔阂 丁远奇与无双之间的感情 则是不相见但信任不减 丁远奇回国后所有人都想抓住他 只有无双全心全意地相信丁远奇 并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积蓄都交给了他 而丁远奇也将传家宝交给无双保管 这种无条件的信任 也让人更加期待后续两人的感情线 许凯惊艳 钟楚希绝美 反派演技入戏 林航昆仑虚不单单是剧情引人入胜 就连这部剧的玄角也远远地超出预期 作为古装专业户 许凯这几年来一直在偶像剧领域深耕 鲜少尝试盗墓题材的作品 这一次其饰演的丁云奇是全剧的关键人物 戏分战比较多 人设也更复杂 这一角色既需要徐凯将人物接受了两种不同思想的对冲感诠释到位 还需要表现出绝对冷静睿智的一面 既要保留人物身上的少年感 但又要有超出年龄的成熟味道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 还有面对无双时的柔情 面对父亲时的爱恨交加 多重情绪都需要徐凯精准把控 才能让观众有代入感 看过前期的剧情后 徐凯的演技属实是让人惊艳 脱离了偶像剧男主 徐凯也能够将这种复杂的人物演绎到位 徐凯饰演的丁云奇有种出尘脱俗的味道 尤其是一身白袍 更是颇有让人看不透的神秘感 而一身黑衣时 又是让人无法预判其武力值的高手 无论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一人物 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效果 可见徐凯的完成度很高 钟楚希在这部剧的镜头下终于将自己的美发挥到了极致 其饰演的五门发秋小师妹无双是个单纯又可爱的妹子 虽然外形气质看上去与这种设定不合 但钟楚希的眼神干净清澈 不像五门中的其他人一般 因心思不纯眼神浑浊 能够感受到她的独特 而这种潇洒随性的女侠扮相 也很适合钟楚希 激发出了她身上的冷艳气质 越看越美 让人挪不开眼 目前最像反派的三个角色 洛云松 洛九天和周秋海 险些盖过主角的风头 这自然离不开三位演员的演技 张成光饰演的周秋海 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强大的气场 总是一副和蔼的模样 但眼神中的力气比谁都重 王阳饰演的洛云松则是看上去气定神弦 但心中已经算计好了全部 有种高智商反派的济世感 王阳的诠释 让人不得不为 徐凯饰演的丁云奇捏一把汗 毕竟这样的反派看起来就很难对付 鲍贝尔饰演的洛九天看起来像是只贪图美色和钱财 但实际流氓的外表下也是新黑手很又善于卫装的反面人物